嗨,亲爱的朋友们,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,你有没有想过,为什么有些人在生活中总是能够顺风顺水,遇到困难也能轻松应对,而有些人却总是磕磕绊绊,感觉生活处处不如意呢? 其实啊,这背后的秘密就在于我们的思维模式,就像终身成长这本书里说的那样,决定人与人之间人生差异的,不是天赋,不是勤奋程度,而是思维模式,人生在世,就像在大海中航行,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浪和美景,用不同的思维去面对,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。 接下来,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超厉害的顶级思维,那就是持续学习与反思,相信这个思维会给你带来很多启发哦。 老话说得好,一经有云,穷则变,变则通,通则久。 这世界啊,就像一个调皮的小孩子,总是在不停地变化着,尤其是近些年来,科技发展的那叫一个飞速,时代的脚步也越来越快,变化简直无处不在。 你看,以前我们出门都得带现金,现在呢,一部手机就能走天下,买东西,坐公交,打车,统统都能搞定。 这就是变化带来的新方式呀。 前几年自媒体像一阵旋风一样刮起来了,好多人抓住了这个机会,从此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。 我就知道有这么一个博主,他和他老公经营着一家老式蛋糕店,再没有自媒体的时候,他们的日子过得可辛苦了。 每天起早贪黑,在店里忙碌12个小时,也就只能赚点辛苦钱,全靠同城的那些老顾客照顾生意。 但是呢,时代的变化给他们带来了转机。 随着短视频的出现,他们的蛋糕店也迎来了春天。 通过网络的传播,他们家的蛋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本地人,甚至还有一些外地人专门叫跑腿做空运游记,就为了尝尝他们家的蛋糕。 你说,这变化是不是很神奇? 不过呢,变化也不全是好事。 就拿人工智能来说吧,它的产生和应用让很多人都面临着失业的危机。 比如说一些工厂里的简单重复性工作,现在都可以用机器人来做了,很多工人就因此失去了工作。 所以呀,在这个变化的时代里,如果我们不学习,只是墨守成规,那么时代带给我们的可能就是微。 相反,如果我们能够持续学习,积极接受新事物,时代带给我们的旧时机。 就像我自己吧,之前对电脑编程一窍不通,觉得那是很高深的东西。 但是随着工作的需要,我不得不去学习。 一开始真的很困难,那些代码看着就头疼。 但是我没有放弃,每天抽出时间来学习,从最基础的知识开始,一点点积累。 慢慢地,我发现自己能够用编程解决一些工作中的问题了,效率大大提高。 而且,因为掌握了这门技能,我还获得了一些新的工作机会。 所以啊,朋友们,持续学习真的很重要,它能让我们在新的规则下更好的生存。 就像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坚固的铠甲,无论遇到什么变化,都能从容应对。 古人云,无日三显无身。 为人谋而不忠乎,与朋友交而不信乎。 传不习乎,这句话告诉我们,反思是我们成长和进步的关键。 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,很少能一次就做得完美无缺的。 不管是谁,都得经历多次尝试这个过程。 而在这个过程中,反思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比如说我们学骑自行车吧,一开始可能会摇摇晃晃,老实摔倒。 但是每次摔倒后,我们如果能反思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,是平衡没掌握好, 还是方向没控制对,然后针对性地去调整,那么下次就能骑得更好。 再比如做饭,第一次做可能味道不好,但是我们想想是调料放多了,还是火候没掌握好。 下次改进,做出来的饭菜就越来越美味。 最近我在读微信之父张晓龙的书,微信背后的产品观,真的让我大开眼界。 你知道吗,我们现在看到的微信这么好用,它可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。 它经历了多次迭代,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 每一次迭代,都是团队对之前版本的反思和改进。 他们会思考用户的使用体验哪里不好,功能上有哪些可以优化的地方。 正是因为不断地反思,微信才能越来越好,成为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工具。 我们做事也是一样的道理,只有不断反思,才能在行动的时候去掉那些没用的, 繁琐的部分,把真正有用的事情做到极致。 马斯克说过,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,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不懂的新事物, 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不断学习,再加上持续反思,就一定能把一件事情做得越来越好。 比如说我有个朋友,他是做销售的,一开始他的业绩并不是很理想, 后来他意识到自己需要学习新的销售技巧,于是他参加了各种培训课程, 学习了很多先进的销售理念和方法,同时他每次销售完都会反思自己的过程, 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。 慢慢地,他的销售业绩越来越好,还成为了公司的销售冠军呢。 这就是学习和反思相结合的力量,当我们学习新的知识时, 就像是给我们的大脑注入了新的能量,但是如果只是学习而不反思, 我们就可能只是盲目地接受,不知道如何运用这些知识。 而反思呢,就像是一个过滤器,能让我们把学到的知识进行筛选和整理, 找出最适合自己的方法。 通过反思,我们还能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,然后再有针对性地去学习,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。 我们在这个循环中不断进步,不断提升自己, 就能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。 朋友们,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持续学习与反思这个顶级思维。 持续学习,让我们能够适应时代的变化,抓住机遇,避免被淘汰。 持续反思,让我们不断优化自己的行为,把事情做得越来越好。 这两者相结合,就像是一对翅膀, 能让我们在人生的天空中飞得更高更远。 希望大家都能把这个思维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。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,不要害怕, 要相信通过学习你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。 当你做完一件事情的时候,也不要马上就放下, 花点时间反思一下,你会发现自己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 让我们一起努力培养这种持续学习与反思的思维模式, 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。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,你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加优秀, 生活也会变得更加美好。 加油哦,朋友们, 愿我们都能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, 找到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, 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 你看, 只要我们拥有了持续学习与反思的思维, 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。 就像古人说的, 切而不舍, 惊世可漏。 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学习和反思, 即使是在坚硬的石头, 我们也能雕刻出美丽的图案。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, 向着更好的自己出发。 不知道大家听完, 有没有什么收获呢?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, 分享你们的想法哦。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, 别忘了点赞, 转发, 让更多的人受益。 好了,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 我们下次再见。